大家好,我是汪崇华 这次很高兴的受到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 将在9月3号的国家演奏厅 与市郊的管乐和弦乐老师们有一场室内乐的演出 那这场室内乐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是以C调作为一个主轴 在这一整场的作品里面都可以听到 用C大调和C小调 这个同名的大小调 在乐曲上面有不同的发挥 上半场的卡恩的五重奏里面 结合了管乐和弦乐以及钢琴的组合 在C小调的呈现上面 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效果的一个作品 那下半场杜南依的六重奏 更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组合的一个经典 在除了延续了上半场这样的五重奏之外 另外再加入了中提琴 使得在弦乐上面更有 在声响上面更加的丰厚 那搭配上管乐的树笛和法国号这两样乐器 以及钢琴丰配的声响 所以这样子的非常特殊的一个编制 放在下半场以C大调 这样光明的调性上面做呈现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一件的作品 上半场第一首游翁的三重奏 以树笛搭配中提琴和钢琴这样的组合 其实早在莫扎特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编制呈现 那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作曲家 用同样的方式下去写作这样的作品 由于两个乐器的音色相当的接近 它们都能够共同呈现出中音域很温暖 然后唇厚的声音 所以在这样子的游翁的这个作品上面呢 它以自己的钢琴作品作为改编 一共改编了四首 四首的一个算是个性小品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那在这四首作品里面 它同样都带来了不同的画面 很多很多的时候是它 让它回忆起小时候 它的一些童年的时光的一些片段 所以在这个作品上面的呈现 其实是非常的有趣 因为它可以有非常丰富的音乐性 以及饱满的线条 然后再加上钢琴作为一个 一个称底的一个声音上面的一个搭配 所以在整个声响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温暖 而且非常的优美 9月3号星期天晚上7点半 在国家演奏厅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C调 以及管乐和弦乐交错的一个魅力